70岁老人每天推车遛狗 别人遛狗牵绳 只有大爷是出门推狗 这条狗为何面子如此之大 原来这条瘫痪的狗子 是一条退役的缉毒犬 15年前 住在北京的铁大爷 通过朋友关系 领养了一只纯种的木 小狗刚来的时候很小一只 只有一两个月大 但是他的聪明性和责任性 让铁大爷和老伴都很喜欢他 给他起名为贝贝 贝贝只在大爷家待了一年 便长成了附近一片最厉害的狗 不论是看家还是干活 贝贝都全力以赴 一天铁大爷听说 缉毒犬训练基地正在招收狗狗 只要是纯种的责目都可以参加 铁大爷心想这是件光荣的事 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给贝贝报了名 结果没成效 贝贝直接就被录取 从此端上铁饭碗了 到了分别的那一天 铁大爷亲手把他送上了车 贝贝不舍回头警叫 铁大爷也是偷偷抹眼泪 但是他心里清楚 贝贝是一条好狗 有这种能力 更应该为国家做贡献 如果只是留在院子里太驱惨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 铁大爷只有特别想贝贝的时候 才跑去训练基地 偷偷地看看他 贝贝每次看到铁大爷来看他 都会高兴地元地打转 就这样到了第七年 也就是贝贝八岁的时候 铁大爷突然接到了警队电话 说贝贝已经服役七年 圆满地完成了职业生涯 现在应该退役享受生活了 铁大爷喜出望外 当时就带着老伴 跑去警队把贝贝接了回来 贝贝回到熟悉的院子后 也是兴奋异常 而时的记忆不断刺激着他的大脑 他认得这个老房子的每一处 就这样铁大爷又和贝贝生活在了一起 转眼又过去了七年 如今的贝贝已经十五岁了 相当于人的一百零五岁 是一只高龄狗狗 身体也因为疾病瘫痪在床 但是铁大爷还是每天 不辞辛苦地照顾贝贝 推着他下去溜湾 逢人就讲贝贝年轻时 在警队的英勇事迹 退役后 除了回到自己家的警犬 他们还有被领养的 继续发光发热 我们接着看 退役警犬智商有多高 既当保镖又当保姆 没有他这个家估计得散 糯米本来是一只警犬 因为执行任务时 不幸后腿负伤 这才不得不退役 而后经过警犬训练基地的严格挑选 才把糯米送到了如今的领养家庭 没成想却因为主人随手拍的视频 让糯米爆红网络 网友也纷纷评论 果然能当上警犬 都不是一般的狗 简直就是狗成了精 视频中 主人的女儿打来电话 本以为小女儿有什么话跟爸爸说 没想到他让爸爸把糯米叫管 他想跟糯米说 糯米当时还在洗碗 没错 主人表示平常洗衣刷碗都是糯米做的 糯米听到小主人叫自己 急忙停下手中的工作 跑去听电话 小主人对糯米说 自己的水杯忘记拿了 让糯米给他送一下水杯 自己在三号门等他 糯米叫了一声以示明白 随后就匆忙地跑去小主人屋里 叼着水杯 自己打开大门跑出去 主人随后还从窗户往下拍 拍到了糯米成功地把水杯交给小主人了 除了这次 糯米和小主人单独在家 还会主动扮演起家长的角色 小主人边看电视边写作业 糯米上前直接把电视关了 让小主人专心写作业 小主人坐姿不端正 驼背写作业 糯米还会上前纠正坐姿 当然除了严格的一面 糯米也有溺爱孩子的一面 只见画面中糯米守在大门前 孩子们在玩电视游戏 突然糯米大叫一声 孩子们立刻反应过来 爸爸回来了 随后赶紧回屋了 糯米看见他们回屋了 但是电视还没关 就跑前帮他们把电视关了 好家伙 这只狗真的不是人假扮的吗 不仅会叮烧 还是帮凶啊 要不是爸爸偶然监察监控 这件事恐怕永远都不会被人知道的 怎么样 糯米的智商惊讶到你了吗 是不是也想领养一只呢 都说不是所有的狗子 都能当警犬 二哈就不适合 真的不可以吗 我们接着看 把二哈培养成警犬 究竟有多难 为了防止拆家 还给他起了个响当当的名字 不拆 那么不拆真的会不拆吗 他又是否会成长为真正的警犬 答案是 不会 虽然训导员已经尽力了 但是 不拆刚到了没几天 就把警局拆了 你看看 门框都搞成了这个样子 后面连各种警用装备都拆了 连防暴盾都不能幸免于难 气得训导员直接把他扔到了猪圈里 虽然经过了长时间严格的训练 但是不拆好像一直都当做完一样 今天到了进行歹徒演习的训练 只见随着训导员的一声令下 不拆立刻冲上去与歹徒 一起休息 不仅如此 歹徒只拿出了一根火腿肠 就把不拆收买了 直接与歹徒打成一片 好了 如此与歹徒的搏斗演习 就变成了卧底演习了 只是看着他这睿智的眼神 他真的觉得他现在是卧底 不过不拆虽然干啥啥不行 干犯第一名 但是不拆热度高啊 训导员把他的训练日常发布到网上 迅速吸引了一大批粉丝关注 由此不拆竟然顺利成章的考篇成功了 在网友们的关注与支持下 不拆转型成了一支警队宣传群 还帮着警队做起了反诈骗宣传 只是这老本事忘不了 今天不拆又把值班师拆了 训导员人都麻了 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了 只能罚吃一星期的青菜 自己还当着他的面啃鸡腿 这招数是真的损了 可把不拆长坏了 但是没办法 谁让你不拆老拆呢 不拆虽然给警局带去了很多麻烦 但是也带来了很多欢乐 不管是警员还是网友都很喜欢他 可是这时 不拆却因突发疾病 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网友们知道此事后也是无不叹息 训导员含泪亲手埋葬了不拆 一条警犬的使命究竟是什么 是缉毒犬的严谨工作 是搜救犬的权力以赴 是防暴犬的舍命守护抑郁 或许也可以像不拆一样 让人们更多地了解警犬 了解警队的日常 你喜欢这只二哈警犬吗 你还知道哪些关于警犬的故事 欢迎评论区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